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透過《華爾加日報》和《日經新聞》 和大家跟進下今日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首先,以色列準備地面入侵袭沙 以離北部邊界衝突加劇 週日,以色列軍隊在即將發動地面攻擊之前 襲擊了南部的袭沙地帶 眼下人道主義危機日益加劇 在以色列與黎巴嫩北部邊界 以色列與伊斯蘭武裝分子之間的戰鬥也如演如烈 與此同時,外國外交官極力為這場 有可能借捐中東的危機尋找解決方案 據知情的埃及官員表示 官員們似乎在一項協議上取得了進展 該協議允許美國公民離開加沙 通過拉法口岸進入埃及 以換取水、食品、醫療用品和其他人道主義援助的運送 這些官員稱 拉法邊境口岸預計將於週一上午開放 美國和以色列將努力讓 那些從南部離開加沙的人安全通過 以色列北部的襲擊事件 達顯出巴爾衝突萬元的風險 尤其是以色列正準備對加沙發動 史磨前例的地面進攻 以報復哈馬斯武裝分子上周發動的襲擊 那次襲擊造成至少1,400名以色列人死亡 是納粹大屠殺 哈利克斯以來猶太人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天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沙利文、Jack Sullivan周日稱 美國仍然對真主黨的行動感到擔憂 以色列和黎巴嫩邊境的小規模衝突 增加了局勢升級的風險 他在葛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的面對國家Face the Nation 節目中表示 美國已經與伊朗進行了接觸 表達了美國的擔憂 伊朗支持該武裝組織他越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伊朗會選擇以某種方式直接介入 我們必須為各種可能的突發事件做好準備 布林肯還向蔡西強調了 埃及幫助為數以百計美國公民及其家庭成員 提供撤離加沙的安全通道的重要性 先前一天,埃及表示 只有援助物資可以運往加沙 埃及才允許外國人從加沙入境 周日,歐洲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 成員也譴責了武裝組織 哈馬斯10月7日殺害平民的行為 稱以色列有權在遵守國際人道法的前提下指揮 歐洲理事會呼籲哈馬斯釋放人質 並表示仍致力於推動基於兩國方案實現禍平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 Antonio Guiters 懇求哈馬斯釋放人質 懇求以色列允許立即向加沙居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他越該地區貧臨深遠 巴勒斯坦通訊社 阿法社 華法報道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 歐巴斯 並呼籲開放緊急人道主義走廊 聯合國已表示 加沙飲用水和醫療物資短缺 正危及生命 加深了人們對該非地出現人道主義危機的擔憂 聯合國稱過去一周 加沙有近一百萬人逃離家園 許多人在學校和避難所尋求庇護 周日,以色列能源部表示 已從啟加沙南部的供水管道 一些人認為此舉 是為了迫使加沙北部的居民向南遷移 聯合國上週六晚間曾表示 由於處理廠燃料耗盡 加沙兩百多萬人被迫飲用裝水 聯合國負責巴勒斯坦南文事務的負責人 拉薩里尼、菲利貝勒斯坦里尼月 由於水傳播疾病的風險 這已關乎生死存亡 加沙的醫院裡擠滿了傷病人員 到處都是尋求安全保障的家庭 聯合國另一機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 Fast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表示 據估計這些醫院的燃料 只能維持備用發電機運轉大約48小時 為了敦促加沙北部的平民 遷移至相對安全的南部地區 以色列武裝部隊稱 在週日上五十點至下五一點的三個小時窗口期間 不會在一條關鍵路線上取任何行動 以色列武裝部隊表示 在此期間請找緊時間從加沙北部向南移動 據巴勒斯坦當地媒體和官員稱 過去48小時內 加沙南部數名居民在以色列的襲擊中喪生 他們表示 這其中包括至少三人在週日中午的一起事件中死亡 美國總統拜登考慮出訪以色列事宜 稱令加沙將是一個重大錯誤 據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員稱 美國總統拜登 周拜登已受邀在未來幾天訪問以色列 他正在考慮這次訪問 但這位官員說 在哈馬斯、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致命襲擊之後 拜登是否會出訪以色列的決定尚未作出 拜登再接受葛倫比亞廣播公司 60分鐘訪談難目時月 以色列令加沙將是一個重大錯誤 但表示消滅極端分子是必要之舉 拜登時宰上週以色列發生致命襲擊後發表上述言論的 他譽 哈馬斯是躲在平民背後的一群惡夫 他認為需要消滅哈馬斯 但表示需要有一個巴勒斯坦政權 需要有一條通往巴勒斯建國的道路 第三充滿挑戰的下跪過後 中國經濟基礎仍不勞靠 中國通脹乏力和貿易數據走遠 以引人擔心 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仍底盆不穩 儘管最近出現了一隻企穩跡象 消費者價格8月反彈後 在9月份意外持平 這意味著需求疲遠 也表明中國政府近期只在支撐經濟的努力 效果有限 據上週五公布的官方數據 上個月出口也繼續萎縮 不過萎縮幅度較8月份收窄 雖說最近幾週有跡象顯示 經歷了下季的增長放緩之後 中國經濟或許正在回溫 但上述最新一批數據提醒人們 中國經濟仍然受累於幾大不利因素 應謹慎看待其前景 抗日持久的房地產危機繼續央及中國經濟 一家中國大型開發商 違約的可能性、日益上升 正引發全球投資者新一輪的擔憂 持續三年的抗疫限制取消後 出現了人們期待已久的消費支出複甦 但事實已證明 這只是談花一言 此外 隨著海外市場對中國產商品的需求降溫 出口料將在今年剩餘時間裏拖累經濟增長 近幾週圍繞中國近期前景的新擔憂 使全球經濟好轉的希望變得暗淡 尤其是在歐美央行的加息舉措 抑制了消費者和企業支出 以及投資意願的情況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簡稱IMF常周 將中國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期 分別從7月份預測的5.2%和4.4% 下調至5%和4.2% 對中國經濟預期的下調 也促使IMF將2024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從3%下調至2.9% 一些經濟學家表示 這種痛苦可能晚一點才會完全顯現出來 華僑銀行BC駐新加坡的中國研究部主管 即使沒有大規模的刺激措施 中國經濟今年也將達到官方設定的5%左右的增長目標 謝東銘稱 中國經濟很可能在未來幾個月進一步反彈 但真正的挑戰將在明年和後年到來 挑戰之一將是抵禦螺旋式通縮 這是一種價格下降和需求疲遠 相互強化的不利情況 今年夏季早歇時 中國被借種螺旋式通縮的陰雲所籠罩 當時中國7月份 總體消費者價格兩年多來首次陷入通縮 上週五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據顯示 9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同比持平 8月份為上漲0.1% 接受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調查的經濟學家 先前預計9月份CPI上漲0.2% 一些經濟學家樂觀地認為 一段時間後通縮壓力將會消散 剔除波動較大的能源和食品價格的核心通脹率 9月份維持在0.8%的6個月高位 海頭宏觀Capital Economics經濟學家上週五告訴客戶 這表明低通脹率並非完全因為國內需求疲遠 該研究機構認為價格疲遠也因為中國疫情時期 工廠生產旺盛所導致的庫存過程 9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PPI同比下降2.5% 較8月份 3%的同比航福有所放緩 高城的經濟學家們寫道 這一差異的部分原因在於原油價格上著 與消費者價格不同 中國對金屬、化工和能源的需求 受到房地產持續低迷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 PPI通縮已經持續了近一年 與此同時 上週五公布的月度貿易數據提供了一些證據 表明中國經濟可能開始足底反彈 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 9月份中國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商品出口 同比下降6.2% 較8月份 8.8%的航福有所收窄 9月份的進口同比亞下降了6.2% 第二 8月份 7.5%的航福 華僑銀行的謝棟銘說 美國經濟的人性出人意料 幫助緩解了海外對中國製造商品需求放緩的影響 儘管如此 隨著西方消費者將支出從商品轉向服務 預計出口將拖累今年的整體增長 這與新冠疫情時期出口 成為罕見的增長支柱形成鮮明對比 上週五公布數據之際 經濟學家們正在討論 中國下季經濟放緩是否已完全成為過去 最近幾週 經濟數據顯示出一些企穩跡象 9月份 一項衡量製造業活動的官方指標 自3月份以來首次出現擴張 而本月初 在為期八天的中秋國慶假期期間 中國國內旅遊出遊人數 超過了疫情前的最後一年 2019年的同期水平 不過增幅低於預期 中國將於周三公布一系列經濟指標 包括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 隨著近期一系列不那麼暗淡的數據 陸續公布 一系列投行 謹慎地上調了對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的預期 上週四 花旗 花旗 City經濟學家 將中國第三季度經濟增長 預期上調至4.3% 中國經濟 有望重回實現全年5%左右增長目標的軌道 野村Lomora最近將中國全年GDP增速預期 從4.6%上調至4.8% 分析師認為 中國政府最緊取的一系列寬鬆措施 是投行上調預期的原因 中國央行今年已多次下調利率 地方政府也加快料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的債券發行 為應對房地產危機更多城市的官員取消了住宅限購 在一些情況下他們已開始允許開發商提供力度更大的折扣 以消化代售住宅庫存 不過經濟學家普遍認為 這些措施不過是杯水居身 無法實現信心的持久復甦 許多人認為信心是經濟復甦中缺失的關鍵因素 一個迫在微節的風險來自於四面楚歌的房地產行業 中國大型房地產開發商之一的桂圓 近處加特未能償還6,000萬美元的貸款 並於上週表示近1,900億美元的債務可能發生違約 有經濟學家表示 中國政府在應對結構性不利因素方面 也幾乎無所作為 例如人口老齡化迅速加劇 以及生產率增長放緩 而這些因素都將對中國的長期增長潛力造成壓力 炸彈銀行Tender Charter Bank首席中國經濟學家丁爽表示 疫情後的復甦勢頭會有預期搬強勁 基本會看到信心會好轉的跡象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